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出现许多的矛盾和冲突 我们该如何消除呢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就很高兴 同时也很难得能够邀请到镜空法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镜空法师你好 谢谢 今天节目现场除了有镜空法师之外 我们还有三位嘉宾来到现场 待会会向镜空法师提出他们的疑问 请镜空法师来开示 他们分别就是光华日报总编辑胡锦长先生 阿弥陀佛 胡先生也是故意在镜空法师门下 那我们另外的一个媒体人呢 是新洲日报副总编辑曾玉陵先生 大家好 玉陵也是对佛法非常非常有兴趣的一位媒体人 再来呢 我们有东方日报的副编辑主任 他就是蓝志峰先生 他是一个对社会观察非常犀利的一位媒体人 感谢三位的到我们现场 那么节目一开始呢 我想想问我们的镜空法师 我们知道镜空法师呢 常常到世界各地呢 去做这一个奖金和教学啊 那么也常当到马来西啊 对于推动各族群 还有各宗教的这个融合 还有这个核心呢 进了非常大的力量 也贡献非常多 那么我想问镜空法师 对于马来西啊 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这样一个社会 我们该如何达到这个向上和向善的这样一个社会呢 我记得我跟首相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问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我很想把马来西亚治理的好 有什么方法 我当时回答他 只要把教育办好了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今天社会搞成这个样子 是他的根本原因 是教育发生问题 所以只要把教育上轨道的时候 问题都可以解决 在教育上 我想是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领导都非常重视的一环 对于一个多元民族 或者是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里面 推动教育 我想他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 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人 但是我们看到好像知意行难 很多时候都不能做到 那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问题出现在教育的内容跟方法 东方传统的教育 受中国影响很深 因为这是个大国 东南野野代野代的时候 都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了 有很深的源源 尤其正和六四下西亚 都在八六甲 祝福 所以他是一个伊斯兰回教信徒 同时也是佛教的信徒 他本身是回族 家庭出身 但是他的老板 涌落大地 是清晨的佛教徒 所以他对于这两个宗教的荣获做得非常之好 那么他所带到南洋的 你想大洋的佛教 他传的就很入伙 有中国 辱佛的理念在里头 那么苏本大拉是从欧洲传 那就不一样 很明显能看得出来 那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地方 这个事物 正和影响很深 马六甲 每一条街 好像都有正和庙 所以这个事物 连首相那集 也都非常赞叹 所以中国的教训 是教人做好人 是教人做神人 做闲人 神贤教育 他不是自私自利的 不是一个个人名利为出发点 所以这种教育要推 能够推动的话 世界和谐可以能够做到 我知道金中法师一直提倡 要有一个和谐的社会 我们也知道金中协会 常常会推动这个弟子归 还有像十善业道经等等 这样的一个教学 那这些都是关系到 我们的华人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在一个社会和谐的 这个进程当中 他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华人文化 在近这个上一个世纪 七十年代 英国唐恩比波斯 说得非常好 他说解决二十一世纪 是一个问题 只有中国恐懵修守 跟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也在中国 这句话讲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但是一般人也是疏忽了 我想疏忽的原因 多半是解读 错误了 这段事情 我曾经 零五年零六年 零五年零六年 询问伦敦 伦敦是欧洲汉学中心 那么他们的一批学生 研究中国如是道 他能够读中国书的原本 参考古代的这些资料 我看得非常惊讶 我请教他们 我说你们中国文英文 学了多久 告诉我三年 这不难了 三年能够学得那么好 所以让我感到很惊讶 我就向他请教 唐恩比的话 这你们英国人 你们相信吗 他们对着我笑 不回答我 我等了几分钟 没答应 我反过来说 难道唐恩比说错了吗 他也不回答 最后我说你们很聪明 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我说 你要问我怎么看我 我说唐恩比的话 说得非常好 说得正确 那什么原因呢 你们今天 解读有问题 提到孔孟修书 一定想到四书五经 十三经 他都点头了 说到大臣 一定华言 发华 般若这些大金大乃 都点头 这些东西你们在研究 你们拿这个写波斯论文 我说你们 今天社会中乱下 没法子解决 如也不能解决 道也不能解决 我说这些东西 是如道的 是如根福的 花枯 这是最上层的东西 现在底下得的病 这上层的解决不了 那您有没有想到 这花枯从哪来的 花从枝生的 枝从条生的 条从干生的 干从本生的 本从根生的 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 没想到 我说孔孟的根是什么 大臣的根是什么 你要知道这个 现在谁会管用 如的根是什么 弟子归 没有人想到 道的根 太上感应力 佛的根 是善业道 这么小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重视的 他 那真能解决 现在时候问题 你要把这样的 三样东西推广 落实 人心马上变成善良 我去年11月 访问斯里兰卡 让我大吃一惊 斯里兰卡是小城 佛教国家 他做到了 全民推动 他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 在人结屋 没想到地球上 还有这么一个国家 我说我们现在到处 听的讲佛 如是道 都是口头上的 不起作用 到你家来看 怎么你都做到了 所以这让我看到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一线光明 有希望 总统 心量很大 对我也很客气 能够包容 大臣 不但能包容大臣 能够包容世界上 所有的宗教 这很了不起 对一个和谐社会 包容心是很重要的 对 非常非常重要 他就肯干 但愿说我们世界上 每一个族群 都有这种包容的心 对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好多年轻人 对于传统文化的疏离感 越来越强了 对 再加上科技的一个影响 我们网络世界 显然已经成为了一个虚拟的社会 对 在这社会里面 大家很自由 那很多时候 可能就少了一点 这个所谓的正义 或者少了一些 比较做人的道理在里头 大家都自己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于这些年轻人 我们要如何让他们接近传统文化 让他们觉得传统文化 不是那么严肃的一件事情 对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到这方面的 对 我把这个事情跟首相谈的时间很长 他有兴趣 我说真正有兴趣 马来西亚领导全世界 现在有这些高科技 好办的 没有这些东西 那就一点办法没有 束手无策 你有这些工具 如果能够找个三十五十个老师 开这门口 天天讲 不要终端 国家电视台 拿一个频道 专门讲传统文化教育 我相信顶多一年 这个国家就稳定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东西要教 我对这个有信心 我在汤匙做了三年的事业 做成功了 那政府没支持我们了 如果是国家带头来做的时候 很容易做成功 所以我说 养五六十个老四 比养五六百万大军 很有效 老师是很重要的 太重要了 老师教学能够成功 我在汤匙这经验当中 我曾经告诉他 告诉这些老师们 那三十七个老师 我说教育成功的 在历史上 释迦牟尼佛成功 孔子成功 他为什么成功 先行其言 他所说的 他一定自己做到了 他没有做到的 决定不说 学生就肯定你 就相信你的 如果老师自己不能做到 这个不行 所以首先要求老师自己做到 身教摆在第一 释迦牟尼佛一生 他真是每一句话 每一个意思 他统统都做到了 所以大家对他没话说 尊重他 一生没有忘学 没有念学 没有其余 没有我苦 好 我们谢谢 金国法师为我们 暂时做的一个开示 因为稍后回来 我们再请金国法师 继续为我们开示 那么稍后回来 我们还会继续 由我们的嘉宾 来提出他们疑问 来请我们金国法师 来打一解惑 我们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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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 fifty 都是 未经许可 官方制定的开 百年传承世纪庆典 如火古妙游神 T78游行花车盛装登场 到最新山人来说 只有游神活动结束之后呢 新山人的华轮今年呢 才算真正的过完 三月二日星期六 傍晚六点开始 八度空间将做固定时直击报道 让你掌握现场直华 青春灌篮 梦想得分 全新青春偶像剧 请入南中南造智活动 请要您前来以下地点 和最终演员见面 三月第一日星期五 晚上七点 进入博金河广场大厅 三月二日星期六 下午一点 潘顺Racket Ball 下午五点 太平中环广场大厅 广场诗演 并成Oracity 三月三日星期日 下午四点 马力甲王冠百亿广场 和八度空间 一同解雇活力周末 欢迎回来 我们常说和谐社会 重新开始 那么这一点呢 每个人都扮演 相当重要的角色 但是每个人都觉得 很难做到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请到 金虹法师来到 我们节目现场呢 来告诉我们这个答案 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请我们今天三位来宾呢 向金虹法师提出疑问 我们先请 胡锦昌总编辑 阿弥陀佛师父您好 那么师父呢 让我知道这个 有一句话 叫做佛法 与世间法 是一不是二 那么师父呢 也在多个地方呢 有表法 比如讲在新加坡 那么师父呢 就联合九大宗教 致力这个 这个世界和平和谐 那么在这个图文坝 澳洲的图文坝 那么就让这个地方呢 走入了联合国的音源 中国的汤匙呢 推广这个地质规 刑解并重的音源 师父 在马来西亚呢 现在有推行的 这个汉血印 又是一个怎么样的音源呢 这个音源呢 我很冷静去思维 我觉得这是天意 这不是人能够做得到的 刚才提到 我在澳洲 澳洲的员 实际上最初的员 就在新加坡 99年 在新加坡 团结九大宗教 让这些宗教的时候 有密切的往来 就是每个月 都能够在一起聚会 每一个宗教大的活动 我们都参加 所以把宗教的时候 就变成兄弟姐妹一样 这当中所有各合没有了 当时这个总统是王鼎昌 他非常欢喜 他说过去新加坡这个宗教 有个宗教组织 五十多年来 都没有做到这么活息 我们去之后 把他带动起来了 那么这个就迎讲到澳洲 那么我到澳洲去 澳洲移民到澳洲 遇到911的事件 911事件发生之后 第二年 昆斯兰大学 校长邀请我 他们学校有个和平学院 邀请我 给这些和平学院的教授 举行一次所谈会 讨论如何化解冲突 促进社会 安定火系 那么以前他们用的理念西方的 西方对付这些恐怖分子 用镇压 报复 那么现在这些恐怖分子 炎变成恐怖战争 就升级了 那么换句话 他们用的方法失败了 去找我来来谈谈的时候 要用什么方法 真正用和平方法 不要用暴力 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我就打印给他们参加的座谈会 第二次又参加了两次座谈会 那么校长 觉得我们的理念 他能接受 而且是很新的一个理念 其实我们是老观念 他们是很欣喜 这是希望我代表学校 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就从这么来的 因为他知道 我们在新加坡做团结宗教 做得很成功 怎么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原因 我们才走向联合国去的 那么走到联合国 这是大开延界 本来我们对这世界上 事情知道的很少 很渺小 这一接触的时候才了解 了解的问题真的严重 联合国的使命 就是化解冲突 促进社会安定和平 那么从七十年代 就召开这种会议 集合全世界 学者精英 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那时候刚参加是已经三十年了 那现在就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 社会冲突 频率 年龄上升 灾难 一次比一次严重 说明这失败了 每一年化上去 人力财力 不计其数 我们看到确实是伤心 那我们提供去东方古老的这些理念方法 给他们大家做报告 大家听到说好 都喜欢 但是会后 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 就告诉我 法师 你讲得很好 那是理想 做不到 我是这一句话 给我当头一棒 我才真正了解 危机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出在新鲜 对古圣新鲜 没有新鲜 对祖宗 没有新鲜 对父母 没有新鲜 对老师 没有新鲜 这才是今天社会第一个危机 没有新鲜 全盘就没有了 我们造这么大的困难 人员在此地 或许 怀疑 可以 他讲究怀疑 怀疑发现问题 再去追踪 解决问题 这得到大难 神仙学说 不行 他不是物质 他是精神 精神证明 入门从哪 入门就是真心 丝毫怀疑都不难有 有怀疑就不能成功 所以我碰到这么一个难题 如何叫这些人 重新建立信心 这是大难死 那么科学的精神 首先就是 你拿证据来 我就想到 我们都拿证据来 所以汤匙小镇 是为联合过半 我们做个实验 实验成功了 那你就相信 实验失败了 那就传统文化就应该丢弃了 过失了 所以我们就 这个使命就太大了 我交代我们37个老师 拼命也要把它做成功 为什么呢 我们的使命太大了 成功了 传统文化可以救世界 做失败了 这个东西就作废了 可以全部丢掉了 就在我们这一局 我们牺牲生命 再说不惜 一定要做好 怎么做呢 就是先行其言 弟子归里头 总共113桩事情 要做到 感应篇里面 善悟报应 总共190几条 统统要清清楚楚 挤在信上 然后有13页 融合在一起 用弟子归里方法的手 成就自己 然后再叫人 叫人怎么叫呢 神叫 我给他们四个月时间 老师 他们很难得 两个月就做到了 做到之后 下想如乎 去表演 把弟子归做出来 在 人民家 农民家里面 看到老人 就像父母一样 我怎样 尽小道 看到他的儿女 兄弟姐妹 如何有爱 家庭里面 丧乱的地方 马上就动手 整理的尴尬 你今 这样做了三个星期 地方人民感动 再给他宣布 中心开阔 大家一起来学习 不到三个月 这个小镇的人 良心发现了 不好意思做坏事了 这效益成功了 除非意料之外 我们原来是 中国传统员丢掉两百年 要再恢复 做出成绩出来 至少要两年到三年 没有想到三个月就成就 我说这不是人的力量 我们自己不能鞠躬 我有什么 我不能叫得好 那这就错误了 这是祖宗之德 三宝在岸中 价值 人民合作 我们说了他听 他相信 叫他怎么做 他真怎么做 这样做成功了 这一做成功 我们就想到 要他联合 是为联合国造的 这个工作 为他们做的 是让他们 对中国传统化 升级新鲜 那么就给联合国打教导 这个就很困难 联合国官僚稀奇很深 很不容易 没想到 两个月以后 联合国给我一封信件 邀请我主办一个活动 就是06年10月 纪念释迦牟尼佛 2550周年 这么一个活动 主题呢 佛教徒对于人类的贡献 这真是我所想的 怎么他来找我 我怀疑 他找回员国 他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 我派三个人到巴黎打听 这些打听是真的 他找的是泰国 泰国大使推荐我 参加主办单位 你看这不这是祖宗安排的 这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 这个安排太好了 果然是真的 我就接受了 时间只有五个月 五个月所充分准备 来做这次报告 那么我做了三天展览 联合国大厅展览 我们有图片 有说明 起很大的作用 那么成这个机会 我把新加坡的九个宗教带去了 他们有犹太教 我把澳洲的犹太教找过去 从十个宗教 在联合国大会堂 手牵手 为世界和平做祈祷 这他们 见所未见 是闻所未闻 这个 一次活动 办得很准备 真正的 让这些人受了感动 每一个的这个国家代表大师 都希望到汤池去考察 去亲自去看看 去年五月 我在曼谷 参加这个曼谷 办了一个多用化活动 他们听说我到曼谷 就十七个国家大师 到曼谷来看我 非常难得 希望我能在联合国 再办一次活动 我说上一次有汤池 现在媒体没东西给报告 那么就碰到这个 澳洲 这一个 他们做示范城市 我说 如果这个做成功的话 可以在联合国 去发表 告诉大家 这好事情 说明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文化 可以生活在一起 像兄弟姐妹一样 不是做不到的 我们已经做到的 大家看到了 所以这是 这个 这个 源起在此地 一直到这个汉学院 因为汤池解散之后 马来西亚 这个老师校长 有华校的 大概有500多人 曾经在汤池 学习过 学习的时间 都三四个月 所以对于汤池 他们是非常赞同 汤池解散 他们就来问我 能不能不解散 我说不可以 福利斯 决定要服从国家的命令 要遵守国家的法律 不可以违背 中国历史上有三无灭法 那些出家在家的 都没有反抗 说我们如果做成反抗 我们是福的罪人 我说这个我不看这个例子 我说叫停就停 叫散解散就解散 所以那搬家 搬到哪里 就到马来西亚来 我说哪有那么简单 他们真的就实验 向教育部去申请 去注册 没想到 两个星期就批准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批准的时候 这个学校名称 叫马来西亚 卢江文化教育中心 是 成立了这个 这就成成了这种心 是 所以教育部 跟我一见如固 是 那一天在一起 谈的很欢喜 后一后还有招待会 他请我跟他两个人 一起主持 是 我想清宗法师 在这个世界上 所做出的示范 如何用传统文化 再达到这个社会的和谐 我想它给我们一个 很好一种 抛砖引玉的一个作用 那难道 难怪的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人 要向清宗法师来取经 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请进入法师为我们开始我们稍后见 我们再继续请进n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Find out who the winners are for the Ultimate Bella Award and Bella Business Award, 2nd March, only on NTV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欢迎回来 很多人都说心服气躁的话呢 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很多大灾难 那大灾难一出现呢 更多人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这是一个好方法吗 我们现场呢就有位媒体人常常在报章上 在媒体上呢 忧心忡忡的表达了他对社会的一些看法 他就是玉玲啊 那我想请玉玲呢来提出你的一些疑问 由我们金鸿法师来做开始 玉玲请 袁绪法师刚才谈的教育问题 连佛陀都说众生难调难寻 我不晓得法师对这个 众生的这个心越来越佛操 治安越来越不好 师父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觉得自论是用重点 这个适合以用现在这个社会吗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也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因为大家把传统东西丢的时间太久了 已经没 不但我们没有看到 现在连听都没听到过 所以提到传统非常陌生 这是一个令人很难想象的这种事情 做一定要做 做总比不做好 因为中国传统教育 他是从母亲怀孕的时候开始教育 叫胎教 扎根教育 他是在出生之后一千天 就是三岁 所以古成语里都有所谓三岁看法师 那三岁的时候 他就接受到很好的教育 这不是就是他念东西 是父母做出榜样给他看 所以弟子规不是叫小孩 弟子规是从前就得了个传统家庭 大家庭 从上到下 每个人都要做到 那是家庭规矩 一个大家庭三四百人生活在一起 你没有规矩不就乱掉了 所以小孩他从小一出生 他就看到他父亲母亲 怎么样孝顺他的父母 他从这里学会的 所以是做给他看的 不但是父母做给他看 每个人所做所为 他都看到了 都是那么样守理守规矩 所以这个是根深蒂固 那么今天大家庭没有了 都是小家庭 小家庭 小孩没有看到父母 小顺父母 他怎么学法 他们有模样 你跟他讲 他不懂 他要看到才算数 这个男就男的死定 所以今天最好的是说 孤儿 孤儿能力 收养一批孤儿运 从孤儿能力教好教 为什么小孩他们有依靠 他也没有人宠爱他 那小孩听话 所以我看到这个惠鱼法师 在非洲养了三千孤儿 我以为教得很好 过过第四规三次 京都被都关了书的 按照表演给我看 我说行 我是非洲学小何人 从这么小的时候 三四岁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 将来非洲人可以通知全世界 惠治世界带来安定货席 那么今天 所以我们讲 就是要老四 老四自己要真正做到 最好还要有个实验点 讲完之后不相信 你去看 国家有个小区 就有个小镇 或者有个小城市 这个城市的人 统统都这样做 建立一个新的城市都可以 没有做到的不要来 做到的时候 我们喜欢都住在一起 这样就是 他有个榜样 就唐指导做个样子 联合国的人 来看 欢迎来看 我们真做到了 我们不是说的 他才会相信 曾经建立信心 所以除了教 在媒体上讲解 还要有个实验点 做出来给大家看 全国人信心起来了 所以今天把信心救起来 就有救了 信心危机 比什么都严重 要达到一个 让这社会的信心危机 完全解除 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步骤 这一点在社会 对社会观察 非常透析的 赤风 在这方面有什么 要向我们大师请教的 法师您好 其实我们都知道 政治是治理众人的 这个事情 而且法师的足迹 也遍布欧洲多个国家 以及亚洲多个国家 其实师父中和 每个国家的 这个治理众人的 这个制度都不同 特别是当 朝野之间的 这个竞争 非常激烈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多 混乱的 乱象的情况 出现的时候 其实人民在 当前这种 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应该怎么样去达到一个 明智的一个决定 以及如何在这个 治理众人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扮演重要的一个角色呢 对 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 不是几句话 能够解决的 归根基地来说 都是教育出了问题 所以我曾经 也是上一次在马来西亚 跟华晓小长们 谈话的时候 那一次来了 有四百多 四百多的教掌老师 我提出了 十个教学维研 除了教学之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但是教学的时候 一定要 把人体 道德 英国 宗教 通通融合在一起 而且的时候 心量要大 眼光要云 我们要全世界的 不分任何族群 任何宗教 它有好的东西 我们统统失去 那现在的情况 就是很多人都 把这个目光 跟这个视野放得很短 我们都知道说 教育是长远的 那是如何在这个 长远跟短期的利益当中 做出一个平衡 做出一个取舍呢 你看得要远 但是你做得要从最近的地方做 你才能生效果 所以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利用电视 就像进来讲 对呀 你电视的时候 你能够就是 每天都来教学 每天都跟大家上课 24小时不中断 随时他都能听 能听得到 而且这个向全世界播放 不但自己国家人的利益 全世界人都在利益 不教不行 你不是 马哈地长老 他曾经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恐怖分子 人家提到恐怖分子 就好像给回家 往上勾 那是极少数 极少数的败类 搞得我们是头痛的不得了 他问这事情怎么解决 这个事情不难解决 如果古兰经 你要把它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你找两三个讲得好的 你在电视上天天广播 让大家都懂得古兰了 佛教回教徒 就不会受那些极端分子迷惑了 被他们利用了 可能被他们利用了 就是因为你很虔诚的回教徒 你对于古兰了解的不多 所以他就会用这种 这个空隙的时候来找你 你就被他吸引去了 你对于经典了解的透彻 对于神的真主的旨意 完全清楚 你怎么会受他欺骗 这不可能 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 宗教这两个字 如果用中国文字来解释 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这个宗有三个意思 主要的 重要的 尊重的 三个意思 教呢 教学 教学 教化 连起来 那就是人类最重要的教学 最主要的教育 最重要的教学 最尊重的教化 这是全世界 每一个宗教都愿意接受 我跟他们讲 好啊 大家都愿意接受 所以宗教要谈解 宗教要互相学习 宗教里头的矛盾 才全部划解 是 的确是 因为宗教 其实也是一种 教育的一种方式 好的一种 进化人心 或者是 让每个人有一个信仰 然后到 不至于成为社会的一个扶贫 不容易飘动 那么稍后回来呢 我们再请呢 我们的进化法师 再为我们开示 我们稍后见 在Watson's 您可以获得更多 漂亮的秘诀 值得炫耀的外表 更多风格 更多色彩 更完美的肌肤 更多优惠 更多惊喜 现在Watson's 难以抗拒的优惠 让您更完美 嘿 这就是 晶莹剔透的证据 紧致 细滑 光色 净白 细纹都淡了 研究发现 五大美肌维度的提升 全靠Patera 因此证实SK2代言人的复制 超越95% 同龄受访女性的复制 五方面都达标 就能晶莹剔透了 净夫就实证 你的呢 清零专会 清身见证 jumpa kami di Gerai TM di Carnival Janji Ditepati pelbagai aktiviti menarik untuk anda seperti cabaran Gold Kick Challenge dan cabutan bertuah jadilah ahli TM Rewards untuk matikan jalan lebih alamilah dunia sebenar broadband dengan TM bersama-sama menyokong tim Malaysia komosi hebat untuk kerajuan broadband yang lebih pantas datanglah beramai-ramai jangan lepaskan peluang ini jahikan bersama di TM Bella Awards is brought to you by Hi-Oh Luminaire's brightening series for a delicately firmer silky smooth and luminous skin premium beautiful foundation lingerie series secrets to be confident and looking beautiful Melanes' first women awards show to celebrate recognize and honor successful women for their great achievements Bella Awards second march only on MTV7 yang lebih pantas sebang kemudian beri istang dan kemudian beri ja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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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Indonesia dan kemudian beri 放弃自己的生命 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我想胡锦昌走面积 应该会非常有感同身受 把这一点 阿弥陀佛 师父你好 那么师父有讲过一句话 就是邪为人师 行为师范 但是这个我就向师父报告一下 马来西亚的这些年轻人 就是很容易清神 比如讲有一个年轻人 他就叫做马赛地去跳楼 那么过了不久 又有一个年轻人 他叫了一辆宝马去大桥 也去跳海自杀 这样的情形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一个十多岁 好像不到十六岁的小孩子 他也清神 那么这些新闻都是理见不鲜 当然作为媒体 我们都不去先揽这些新闻 不过我们就不懂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 少年就这样想不开 就想去寻死 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但年轻人 我还听到说国外有些年小学生的自杀 在一个老年人 住在老人院里头 亲身的很多 这什么 这个问题 从哪里来的 他活在这个人间 得不到温暖 年轻人 没有得到父母真爱 在现在的社会 父母忙着自己工作 小孩都交给佣人去 佣人偷懒 把他摆在电视机面前 叫他看电视 乖乖的 所以 这都是制造问题 真正的起源 所以父母 顾虑到自己的事业 把自己下一代放弃掉了 这是绝大的一个错误 在中国古时候社会不是这样的 有些人讲 中国 妇女 古时候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那是错误的 你真正读古书 你就晓得 无人里头 夫妇有别 别是不同的任务 夫妻两个组成一个家庭 各有不同的任务 都要把它做到 男子除外 大概负责经济上 这个 这桩男子去做 女人的责任更重 除相夫之外 他较辞 家里有没有下一代 有没有圣贤人出来 都靠母亲 因为母亲是孩子第一代的老师 三岁之前 那个扎根教育 是由他来做的 他要不把这个根杂好的时候 你家里后代没有人了 他要能真正把责任做到的时候 这个小孩就是这个小孩是神人 是贤任 所以母亲的伟大 你看母亲被称为太太 那太太什么意思 文王的祖母 太江 母亲太任 自己的夫人叫太四 生下的小孩都是大圣人 圣人的母亲 叫太太 这太太从这么来的 那是多么尊重的一个称呼 称太太是圣贤的母亲 所以这个事情是父母没心的责任 特别是母亲 所以母爱比什么都重要 对于小孩的心情 有很大的影响 常常父母不管她的话 她心里她会欺骗她 所以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老人也是如此 儿女不孝 把老人送到老人院去了 就不再理会了 她心里多难过 活着不如死 她会想这些问题 可是似乎这个 不关心会导致她空虚 可是太关心 她又觉得这种压力 所以父母之间该怎么拿捏呢 对 所以父母也得要学 不学不行了 还是得学圣贤教育 是 那真正是宗教信徒的话 就好很多 他对宗教经典 常常听 常常学习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不学不行了 没人教他了 是 所以国家真的需要一个这样的电视台 专门教这些教育 让大家通通一起来学 是 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 不知道救多少人 是 老师 很多社会都会有一种情况 就是父母亲认为 把教育孩子的责任 交给学校 然后就由学校的老师来教 但是学校的老师呢 就认为说 我教你孩子 我教学生的 这个工作呢 是有时间线 比如说九点到七点 之后呢 我就拍拍手 就不是我的工作 是孩子是父母亲应该教的 所以就有这种情况 就是父母亲把孩子交给学校 然后学校老师又认为说 父母亲也应该扮演重要的 就是 都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双方都不要孩子 可怜的 孩子真可怜 当然那种空虚感 以及那抗压性 非常的低 对 所以父母 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 所以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说实在话 我们中国从前是大家庭 我主张是大家庭 比小家庭好 小家庭自由 大家庭不自由 但是你想到 育幼养老 你就喜欢大家庭 所以中国过去大家庭 是负责育幼 负责教育 教育不是国家负责的 是家庭 所以私塾 是家庭子弟学校 因为他兄弟 他不分家的 五代同堂 这样一下 小洪乐梦就是一个家庭 三四百人的时候 在一起生活 它是社会行为 所以家有家道 有家许 有家规 这只规是共同的家规 除了共同家规之外 自己家里还有特别的家规 所以他家 因为他学习东西不一样 他的从事生产 私业不相同 所以他还有他的规矩 这是一百一三 这是共同的 必须要守的 不管是哪个家庭 都要守 都要遵守的 所以他有家一 有家风 这世世代代相传 读书是你家的观点 那你读得好的时候参加考试 那现考修材 神考举人 过家皇上亲自做主考 净死 这就取得什么 今天所讲的学位 有这个学位 可以从政 他是这么来的 可是师父 同样的一个父母 同样的家庭 可是教学的孩子 有时性格回忆 那是怎么回事 那都是教育上 理念跟方法有问题 可是你是同样的父母 同样的家庭 可是有些可以成才 有些不能成才 这是个人的慧根问题吗 那个与前世 都对有关系 小孩到他投胎 到他家里来 有报恩的 有报怨的 有淘汰 有完蛋 那个事情 麻烦就大了 是 我们的确是希望说 我们的小孩 每个小孩都是来报恩 那教育对我们社会 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在今天的 大师的开示当中 能看得出 在大师的身体力行 让我们看到一个 和谐社会 是可能发生的 那今天大师的开示呢 也让我们在 拥拥拨拨的社会当中 找到了站稳脚步的力量 那么希望大家 在今天节目当中 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祝你一个愉快的晚上 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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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